老美的通货是越来越胖 好羊毛 割韭菜 下大旗 他编制了一面巨大的道德旗帜 并在与其根本利益不太相关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原本以为这个能源货币网络三方面措施能够压垮对方 可是没想到普大帝以欺人之道环制欺人之身 现在被大帝用一套更流氓的打法一一破解 就想问你到底服还是不服 欧洲这下不仅彻底没了底牌 而且曾经吃韭菜的现在沦为韭菜 德国示威 法国混乱 老美处理在悬崖边 就差背后轻轻一推 欧洲能源危机谁得过 这不最近欧洲拉响能源警报表示同志们再买不到能源 今年冬天大家都得玩玩呢 不过能源紧张确实是现在全球性急需解决的问题 那么求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欧洲的能源主要是什么 能源从哪里来 为什么突然就能源危机了呢 贸易链将迎来至暗时刻嘛 网络天下是道义在人心 思考是人之本性 交流是人之常情 接下来我们一起长按点赞三秒 带着思考边看边聊 注意听 欧洲真的很依赖天然气吗 欧洲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核能 水利 由于欧洲人近些年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有钱了 所以他们现在更希望空气清新些 绿化搞好些 人嘛都想着生活更好些 环保这个词 一向是欧洲那帮子喊的最凶 咱就说发电这一块 德国四成都是靠核电 而瑞典更狠 核电 水电 风电占比超过了九成 可是从2020年开始 因为疫情的影响 欧洲电费开始暴涨 俄罗斯 乌克兰不闹事还好 一闹事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没法给欧洲送 搞得整个欧洲电价直接超级加倍 英国电费涨了七倍 德国电价折合人民币13块5一度 电费在发贷价中最贵 法国老百姓因为用不起电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部分瑞典人甚至都开始批柴火少了 不光是电价涨 如今的整个欧洲几乎都要面临着能源危机 那么为啥欧洲还会出现能源危机呢 这自然和天然气价格上涨脱不了关系 有朋友要问了 为啥会上涨 很简单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 工业发展不行 用不着这么多的燃料 所以对着俄罗斯兄弟说 不好意思 我们暂时不受您的约束了 于是纷纷开始消耗内存 气价跟着下降 但随着之后的经济复苏 天然气的需求量也上来了 欧洲各国纷纷要求俄罗斯赶紧送去 我们这不够用了 俄罗斯表示 玩儿呢 等着你们的上帝给你下天然气去吧 普京大帝的一手回手掏 天然气价格猛增 而且马上冬天了 动的是你们这帮崽子 又动不着我 这可把欧洲各国集的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表面上看 欧洲的能源危机 是因为疫情和天然气紧缺导致的 但实际上欧洲的能源危机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懂得都懂 虽然说德国发电四成靠核电 但是根据2018年的数据 德国还有14%的电力 得靠天然气法 现在天然气价格贵了 那电价可不就得涨吗 不过说到这个天然气涨价 我直接引用梅德吉夫的原话 就是欢迎欧洲来到天然气2000欧元 美利方的世界 仅仅过去一周 欧洲的天然气像是个窜天猴一样 蹭蹭蹭的往上跳 价格更是一路飞涨 到了美利方是3800欧元 但是雄国这次是吃准了欧洲 无法搞定能源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呢 中东土豪就只需要保持低调 控制好产能就行了 俄国的耗损说不定 就从欧洲的手里跑了出来 真是一出好戏 这能源暴涨的一些国家 可不就乱了套了 欧洲人的身体是最诚实的 现在是差不多过了寒冬了 相比较是暖和点 部分需求可以降低 让老美在腊月份的时候挑试试试 估计不用毛熊动手 欧洲那帮子就先罢工了 你们看 像挪威 瑞典 芬兰这些 靠近北极圈的 冬天又冷又长 很多房子还都是独栋的木头房 不仅没法集中供暖 而且保暖性能差 所以要是想让房子暖和点 空调或者是天然气炉子 就得24小时开着 所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4年挪威人均耗电量 全球第二 23000度 芬兰第十 瑞典第十三 即便是瑞典的人均耗电量 也是我国的三倍多 虽然瑞典的电 90%都是可再生能源 但是呢 瑞典连70万难民都能切手 把自己搞成了 欧洲最不安全的国家 怎么就不能在用电方面 环保一下呢 基于用电很显然就应该从发达国家做起 你看看人家瑞典 有个公司给员工发的年终奖 是公司积押的羊毛袜子 这多环保 而且瑞典的供电企业 还有个迷之操作 因为德国的电比瑞典的贵 所以瑞典的供电企业 就把自家电网卖到德国 然后瑞典自己家的电价也涨了三倍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 人家这么做是有好几个好处的 第一 倒闭瑞典基于用电 成为了真正的环保极限风 第二 替别人解决困难 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 企业卖电赚取了高额利润 第四 这年头啊 跟谁过不去 也别跟钱过不去嘛 第五 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釜底抽薪的玩法 不是熟读我们老祖宗的兵法 根本就想不出来 用出来这背后得有多忍辱负重 敢想还敢冒着不讲人权 被外人唾弃的风险 用一些良苦啊 究竟是哪些因素提高了欧洲对于天气的依赖 第一点是欧洲人这几年 一直在强调的新能源转型 2020年 欧洲可再生能源超过了化石能源的发电量 仅风能和太阳能两项就超过了20% 尝到这个甜头 大部分欧洲国家为了实现气候目标 加大了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 这很好 但同时风险也在 就比如说风能 谁都无法确定今天风婆婆 是不是放假没顾上瓜 所以当这些可再生能源 不再可靠的时候 还得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 第二点就是欧洲天然气库存太少 去年整个欧洲差点冻成冰雕城堡 天然气消耗殆尽 库存严重不足 谁能一下给你们把库存填满 今年的欧罗斯的供应态度很明显 我自己都够呛了 你们还跟着瞎掰 欧洲这些人对天然气需求这么大 自己还傲娇地图省事 不开采天然气 这么多年来主要靠进口俄罗斯 美国中东的天然气 咱们的邻居俄罗斯作为天然气出口大国 理所当然成了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 前段时间停运的北溪二号 就是俄罗斯为欧洲部分国家提供的续命神器 这回俄罗斯就有机会 掐住欧洲能源的后波梗 不听话就把管 没有俄罗斯能源 欧洲人要么从中东进口能源 要么上阿尔卑斯山砍柴 而且西欧国家距离俄罗斯很近 路费又便宜 谁还会绕大半个地球舍近求远呢 表面上看是制约俄罗斯 但实际上背后有美国的蛊惑 美国说北溪二号要是开始运营 就会加大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欧洲的能源安全就没法保证 你们把北溪二号停了 我卖给你们天然气 虽然价格贵点 但是我们美国这个气是自由的气 美国宣传部部长真就是这么说的 原话是 对于为美国的盟友提供多样且价格合理的清洁能源 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的天然气而言 自由港天然气项目出口能力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不错不错真不错 美国连天然气都是自由的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无非就两个 第一就是防止俄罗斯经济复苏 第二就是防止自己的小弟都去投奔俄罗斯 没人和他这个孩子亡玩耍 但是普大帝会让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憋屈吗 从乌克兰冲上各大平台一个月以来 最可总结的经验就是 对任何糟糕的结果都不要抱侥幸心理 再糟糕再可怕的事 你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现在的欧洲市场用一个字来表示是乱 混乱的乱七八糟的麻团 在这混乱之下 美国霸权的崩溃也迫在眉睫 北约大国已经打响了抵抗的第一枪 德国也突然改变了态度 法国 德国 西班牙也开始上演了 这几年讨论最多的是美国霸权的衰落 在这次欧洲的混乱之下 美国反复无常的采购是不太稳定的 这表明美国的霸权正在逐渐衰落 当然除了美国自己的表演 同盟国对美国曾经的态度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站在鳄鱼池边上的美国 就差背后轻轻一推了 普大帝直接上来就是狠招 签订的大约有50个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外债 全部用卢布来偿还 咱们都知道美国扔出去的金融炸弹 让卢布疯狂的贬值 大帝看到这儿就是破罐子破摔了 老美让卢布变成了废纸 我就用废纸来还债 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以其人之道管制其人之身 接着就是取消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支付专利费 也就是说欧美那些需要付费的系统 这回在俄罗斯都给我搞成免费的 另外俄国还封建了国内最大的盗版资源网站 来直接对抗欧美软件巨头的封锁 相当于用流氓的方法来对付流氓 能源 货币 网络 这三大层面被西方视为大杀四方的神器 现在被大帝用一套更流氓的打法一一破解 就想问你到底服还是不服 网络天下事倒一在人心 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心里话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加收藏 本期内容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